大家好 这一期跟大家分享一下 当我们的兰花过度缺水 或者是长时间不浇水的时候 该怎么正确让它慢慢恢复呢 因为由于有些花园可能会出差 10天8天 这样的话 兰花的根系全部就会干掉 这个时候虽然说它不会死 但是我们浇水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方法让它慢慢恢复 这个时候我们给它浇水一定不能急 最好不要用浸盆法 也不要用浇灌的方法 正确的方法应该是用这种水壶 来给它慢慢的浇 这样做的目的呢 就是让它的根系慢慢的吸收水分 因为经过长时间脱水之后 兰花的根系 它吸水的速度会比较快 如果说我们一下子浇水太多的话 那么就会导致它快速的膨胀 然后根系的细胞就会受损 就像烂根 我们通过喷雾的方法来给它浇水的话 它吸收水分的速度就会慢一点 而且我们不要一次性给它浇透 而是慢慢给它浇 先浇完一次 等到十分钟左右 再给它浇一次 然后再等十分钟左右 再给它浇一次 这个动作最好联系四五次 这样的话就避免兰花的根系一下子 吸饱水导致烂根 当我们联系使用这个动作给兰花浇水 浇饱水之后 最好再给它浇一次透水 用大水浇 让里面的植料完全的吸饱水 这样的话就可以让我们的兰花正常的生长 不会纠线空根的问题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好 当这个兰花长时间 切水之后 就会给它浇水 好了 这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